10月28号,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,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就两岸政党交流、两岸军事互信和两岸文化往来等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。 会上朱凤莲表示,近期今年台湾光复75周年相关活动的举办,对于两岸同胞共同牢记历史、见网之来、弘扬伟大的民族精神等具有重要意义。 台湾光复的历史无可辩驳的证明,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 台湾光复的历史无可辩驳的证明,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 两岸同胞是修期与共的命运共同体。 当前两岸关系复杂严峻,台独分裂势力加紧勾连外部势力,不断进行谋独挑衅,严重危害中华民族根本利益和广大同胞的利益。 我们希望越来越多的台胞能够看清时和事,认清利和害,分辨真和伪,顺应历史潮流,共担历史责任。 与大陆同胞携手同心,把民族命运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。 此前有台湾民调显示,94%受访民众希望两岸和平相处。 对此,朱峰连表示,支持两岸和平发展从来都是两岸同胞的主流名义。 支持两岸和平发展从来都是两岸同胞的主流名义。 尽管受到民进党当局刻意地阻挠和疫情的影响, 今年一到九月,两岸各领域的交流活动以多种形式陆续开展。 两岸的贸易额,台商对大陆的投资持续保持了增长。 两岸同胞要交流,要合作,要发展,是民心所向,大势所趋, 是任何人,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挡的。 朱峰连介绍,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, 国台办积极协助台商台企做好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, 着力为广大台胞台企提供发展机遇和同等待遇, 并针对疫情带来的新问题向台企提供精准有力的支持。 商务部国台办指导相关地方, 从7月到10月举办三场, 台资企业拓内销线上推介对接泄流活动。 北京、上海等地协助台企同等享受员工培训补贴等纾困政策。 浙江、广东等地协助台商台青, 利用直播带货、短视频等办法来拓展内需的市场。 江苏、昆山落实境外投资者以分配利润直接投资, 暂不征收预体所得税政策, 为7家台企落实再投资递延纳税优惠4780万余元。 朱凤莲说,目前大陆台企生产经营总体稳定, 许多企业实现显著增长。 在外部环境不稳定性、不确定性增多的大背景下, 广大台胞台商台企抓住大陆发展机遇, 顺势而为、成势而上,一定能够实现更大发展。 MING PAO CANADA // MING PAO TORONTO